Hello 今天想展示幾項未見過的東西給你們看 第一樣就是 我出了一本新書 叫做《創業沒有計劃書》 當然是說創業的 書名挺有趣 我老公作的 就說沒有計劃書 就不是Proposal那個 而是沒有計劃輸 贏輸過輸 第二樣就是大家未見過 就是這一枝 特別版的XLB 是10Mill裝 第三樣 如果你最近有去Mill Mart買東西都會見過 就是我們新出的環保袋 很有趣 而且很好配襯衣服 這些就是動物的正面 牠們在森林裡 這個就是牠們的屁股 牠們的背面 設計非常有趣 這三樣東西加起來 就是一個套裝 就是我的新書套裝 應該這樣說 先說一下價錢 原價是540多元 我們現在做七二折 就會是388元 就會有齊這本書 本身價值是128元 現在的書都挺貴的 原來 會有這枝XLB的10Mill裝 拿去旅行就適合了 我經常很怕要帶這麼重的XLB 又不想倒進普通B瓶裡 有這枝就適合了 XLB就是我們的王牌維他命B的精華 15%的維他命B 在市面上都是最高的 維他命B是保濕、美白、去黃、胸油、 豆豆、真生骨膠原、去皺都可以 加上這個少許益生菌 就可以平衡皮膚表面的微生態、微生物 加強屏障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敏感 是我們王牌之中的王牌 講一下本書講什麼 整個我創業的故事當然都講了在裡面 這裡講了我從小到大都會想做企業家 而所謂從小到大又有什麼優勢呢? 然後創業為何會想賣護膚品或健康食品呢? 然後創業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找神隊友 之後就是怎樣創造價值、獨特性 以及態度 還有一些技術 我的字序裏寫了47個字 如果你真的明白了 你是不用看這本書 很簡單的創業 一康二血和世上無難事的信心 一步一步實踐 在每個分析路口用直覺做決定 往往以用創意解決困難 放眼未來大膽試驗 不拘離傳統管理理論才能 創造一套獨一無二的創業體驗 為什麼要寫一本書? 就是我小時候看很多創業的書 累積很多知識或者智慧 是剃造了一個直覺 在我創業的時候 也是非常之有用 那些練習不是就這樣說大道理 什麼你要有這樣的態度 什麼信心 不是的 是要從每一件事 每一個分岔路口 這個創業者或者那間公司 做了什麼決定 然後你就慢慢 經過這些故事 慢慢思考 可能就會有你將來的一套創業理論 所以裡面是要有很多小故事 也是不為人知的小故事 都是過了若干年才寫出來 其實我現在都已經錄定了 咪咪 Mart 過去這四五年 每一個分岔口 都有什麼小故事 在下一本書跟大家分享 StroinKat 那麼兒AP ige vous 畢明อ packet легко Memeak erf ander 環� Deaf